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些雕塑作品有著工整完美的線條 但造型很神秘 你是不是猜不到它們是什麼呢? 猜不到就對了 因為它們正正是藝術家盧志榮 以神秘的古文明作為靈感而創作的作品 我們現在就去欣賞一下 在香港長大的藝術家盧志榮 曾經在哈佛大學取得建築系碩士學位 他既是一位學者 亦是一位跨領域的設計師和藝術家 他和太太居於希臘 受到希臘神話文化影響 而重於探索古文明 從中取得創作靈感 我工作令我去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但我每次去完後都回到雅電 我在那裡已經住了三十多年 就覺得好像我住在一個西方遠古的國家 其實這個遠古一直影響我們現在世界各地的地方 所以我好像住在一個文化根源的地方 譬如那邊叫做加地座之行 其實卡地亞是希臘文 他的意思是心 你的心 書其實是關於你 其實他是問你 如果是去你的心的時候 即是去你心的方向 這次他回來香港 一次過展出創作期長達三十年的雕塑作品 這些雕塑作品有著完美工整的線條 是他多年來的心血結晶 其實是三十多年前 構想其實是三十多年前 之後我就去學木工 甘肅 學了十幾年在意大利 慢慢對著這個材料有把握的時候 我才開始試 我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很簡單 但很精準又很細的一個圖 這個圖當然是一個兩維的表達 但在兩維的表達變成三維的表達 那個過程也非常有挑戰 我們那個題目驚雄遠 其實是回到很小的時候 我在修基灣長大的一個魚村 那種離開是 即是現在看回了 怎樣去感輕他的沉重 怎樣可以靠上一個情況 可以離開時間 我經常都說 去到一個時間找不到我的地方 打破時間的界限 成為作品的重要涵意 令到面前的雕塑 帶著謎題般的神秘感 當我對這系列的作品有一個概念的時候 其實我很希望他們會很長時間 一直會生存下去 我希望有一個無時間的那種磁場 在這些物件可以看到這方面的感覺 我覺得第一個迷很容易地感覺到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很完美的準確度 我們經常都問自己 喂 它究竟是甚麼來的 有甚麼原因它有這麼高的準確性 第二呢 在它的融合裏面 我們經常都問 究竟是之前 或是現在 或是將來才有 這個也是一個迷 我覺得在這兩方面起碼 將這些物件變得 好像我們永遠都不會理解它 第三個迷其實是一個技術上的東西 其實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物件都有一個內在的空間 特別在這三方面來說 它當然那種技術上的要求也都很不同 靠著考奪天工的技術 盧志榮透過兩種材質的融合 令到雕塑作品誓止得驚人 總是散發著永恆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它們主要有兩個材料 一個是青銅 一個是木頭 青銅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聯想到遠古的時代 但是當它加上木頭的時候 木頭是一種比較世界性的 到處都有的材料 是一個很綜合性的感覺 同一時間 設計師陳敬倫透過設計字體 爆不毅體 保育街頭的舊書法招牌子 今次我們來到大角咀街頭 看看它的發現 如何成為創作靈感 很好看 最近我得到一位朋友李漢講解的李健明先生 他提供線索給我 原來我曾經走過這裏 但是影漏了歐建公的字 我一來到就看到很爆 就是我要那隻爆不藝體的造型 這裏是豐樹街和通州街交界 在大廈上面會見到合鴻章木鋼廠 幾隻由著名不藝體書法家歐建公所提的字 陳敬倫平時每個星期都會走經各區街頭 在香港的舊招牌入面 尋找大師寫的不藝體筆跡 再將這些筆跡整成電腦字體 廠字我是極之喜歡的 因為它裏面的口字畫得像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就決心要再將這隻字重新畫過 所以一見到覺得很珍貴 可以全套留起 陳敬倫造字的流程 是先將筆畫由招牌勾出 調整筆畫的粗幼長短之後 就將字體擺入字製的工具表 對比大小 然後就可以更換部首 拼湊出新的字 這樣就組成一套新字體 爆不藝體 我這一套是無筆字來的 就有一點不同 坊間的電腦字款 是已經它們有一些規矩 有一些標準 譬如橫跡、撇勒這些 都是揣摩到同一個造型 令到它工整和美感是一致的 但我這一套字是因為 是毀擇不同的人 超過五十幾個書法家寫的字 再將它做統一 變成難度有些高 因為我自己本身 講的秘密 我是不會寫書法的 但怎樣不會寫書法 又會做到書法字的設計 你一定要做一個解構主義 拆散它 即是說我將那些筆劃全部打散 儲了很多這些筆劃的DNA 然後坊間沒有那些字 例如暫亂歌病的暫字 沒有寫過的 我用這些DNA的筆劃 自己在電腦裏砌一隻字出來 因為很多書法家寫的時候 都沒有想到那麼多 他們覺得美麗就美麗 但在電腦字款裏面 就不是這回事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每一隻字很正方形 即是很工整 因為方便將來在不同的情況 這隻字出現的時候 排版的時候都會自然 陳敬倫希望透過創作爆北藝體 可以保育招牌子 留住他心目中 香港美麗的一面 其實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北藝書法是很盛行的 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書法 但是比較有霸氣 有震撼的字體就是北藝字體 由歐建公先生分治去揮筆去完成 很多在香港很出名的店 老字號的店 都見到他的宗職 所以深得很多店的老闆喜歡 特別是酒樓、鐵打館、藥房、燒納泡 這些都是會找他做這個字 令到他們的招牌更加 令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硬件這幾年 招牌消失得很快 基於安全的問題 有很多舊式的招牌 屋宇署說需要查 變了有很多 其實一年消失 我覺得整件事很為人 不過最後我都是透過攝影 去將他拍下他的輪廓 然後畫出來 因為要將他複製 做出來是輕而易舉的 其實他現在的科技是 所以現在我覺得 就同時間競賽 看到有的招牌全部拍下 我希望將不同的書法家 曾經寫過最美麗的一個字 流入到這套字款裏面 將來那些人怎樣用 或者再用回他們的招牌 這件事就是我覺得最有滿足感 古墓就是透過一套字款 去留下香港以前有過最美麗的一面 藝術家具 十二生肖雕塑 還有多媒體裝置 原來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籌備當中 包含了本地創作者的心思 下星期我們去了解一下 想重溫今集節目 除了我們的網頁之外 還可以用手機 透過我們的友善新聞APP 看看